在俄罗斯远东花桑区的一个村庄,一只大猫在村庄附近居住了很久,村民能定期遇见它的痕迹,今年四月份它杀了村长一匹马,一个月后又有一匹马遭殃,狩猎督产怀疑它是一只老虎,于是把暴地公园的专家们找来,果然还真是老虎,他们在监控里抓拍到这只凶手,村长抱怨说三年前它的马就被袭击过了, 一直没有得到相关赔偿,这次虽然拿到了赔偿单据,但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而且马的肚子已经有了马宝宝,然而却只能按一匹马赔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